我們這麼大台你給我塞在...這裡 嗨各位觀眾 歡迎回來我們的美國卡車瘋狂企劃 今天呢不是長城旅途 但是也是一個很大家沒有什麼看過的一個模組 相當的特別 我們先往左邊去 讓大家看看我們現在來到的是什麼不一樣的工廠 這台是我特別挑選BOBO的 有沒有看到 OVERSIZED LOW 想必我們今天要載的貨物一定是非常非常之大 那這一台的瑪麗呢 我已經把它改到最滿了 好像是570幾匹吧 希望我們可以順利的把這個東西給帶走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左邊 看到這個一圈一圈一圈的 不要以為這個是水泥管哦 這個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 要價超級不菲 據說呢一支大概要1億 哦 那我們就不賣關子啦 今天我們要載的就是後面的 風力發電機的 葉片 非常之大 要載這個東西必須要有 特殊貨物的那個DLC才可以 因為這個特殊貨物呢 有固定一些幾個地方才可以 例如像是 克羅拉多州 或是 坎薩斯州 懷二敏之類的 這幾個層才可以接 挑一個比較遠的吧 就這一個好 總共有12200磅耶 那是幾公斤 換算起來呢 是5533公斤耶 這麼重啊 哇 各位來看一下 超級大耶 好長的吹熱 嚇死人了 哦 5000多公斤耶 但中間這個都沒有放什麼東西 這樣撐得住嗎 只靠前面的輪胎 跟後面的這幾個輪胎 這樣子 那這個是護送的部分 所以我們得遵照前後輛的引導車 辦的任務會失敗 那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些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之後我還會購買 更多不一樣的特殊載重 以及模組來給大家看 那我們就準備出發吧 那我們就跟著前導車出發了 哇 真是太帥了 而且前導車離我們太遠了吧 我記得很久很久以前在拍這個 Oka 應該是Oka的時候 也有玩過這種前導車護送的任務 旁邊這一台應該是另一台護送的 跟著走應該就沒啥問題啦 那我們距離是1140公里 說實在的也算是長城旅途啦 只是這次比較長一點點 那我們可能要打開後照鏡稍微看一下下 欸我都沒有在注意後面耶 我都直接這樣子就給它過去了 那我現在也把那個鏡子喔 弄得比較小一點 比較不會說 我們平常開那個鏡子都那麼大一片 這樣看起來有點像是那種電子式的後照的感覺 所以我左右兩邊呢 都可以非常清楚看到 我後面的trainer呢 到底有沒有卡到欄杆 哇 真的是 無敵壯觀耶 我後面那台貼得我好近喔 這個大家稍微看一下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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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危險耶 它的規則有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會變換車道的話 後車會先往那邊移 前車才會往那邊移 前車才會往那邊移 我們才可以移到中間的位置 不然這樣子都算違規的 這感覺這樣開比較爽 可以看到超級遠的視野 整個心胸都開過了起來啊 而且你看喔 這個警察都有做交管耶 那警察都直接在路口幫你做交管 我還是拉遠一點 再過去 為了大家的福祉 請千萬不要撞我 好嗎 我這個也是為了大家發電的問題啊 哇 你看頭過身就過啊 好玩好玩耶 這種特殊載重超帥的 那我現在也有裝了一個那個 真實公司 所以你到時候也可以看到 特斯拉 福特 3M這些公司的部分 我覺得這樣還蠻好玩的 這個如果說遇到要加油 不曉得怎麼辦耶 對不對 不過他一開始的時候呢 有跟我們說有已經加滿了 所以我在猜他應該是預計 你這一趟油剛剛好 不然這樣子可能蠻有風險的 是不是 喔 哇塞 你看那個地上那個雲 這樣子飄過去 真的太美啦 有潛倒車的感覺真的蠻好的 你完全不用擔心地圖怎麼樣 就跟著走就好了 齁 就很像之前環島有人在前面幫我們一樣 嘿嘿 謝謝警察 感謝你啊 齁 他預計我們開到明天早上的五點多耶 我試試看我如果開到更快一點會怎麼樣 阿超數 不行不行 等下違規要重來 那就麻煩 你就先照著這樣開吧 齁 在美國開車的感覺真的是不錯啊 各位觀眾 有一種心裡面非常舒暢的感覺 很棒很棒 但是我跟你講 如果開這種車喔 沒有潛倒車跟後面的幫你cover 或者是警察幫你cover 走就出事了 你看車流量還這麼多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其實開潛倒車的這兩位駕駛 算是 非常敬業老道的老司機 對不對 不然他們壓力一定是超級大的 而且我發現他們也不會違規喔 就是他們 假設說現在的速限是65 他們可能就不會開超過多少 又一個警察 你看 謝謝謝謝 感謝感謝 感謝我們的什麼PD 那最近已經出了那個新的DLC了嘛 對不對 我們到時候再試試看 用什麼車子 然後從哪裡開到那個新的地方 到時候再來一起體驗一下 全新的地圖 據說那個地圖呢 是屬於比較農業 和工業的城市 比較不是這麼現代的部分 所以到時候我們可以去看看 慢慢一點慢慢一點喔 前面好像有車子毀堵了 慢慢一點 這個時候傾倒車會叫我們左轉嗎 似乎不會 要塞一起塞囉 我們這麼大台 你給我塞在... 這裡 前面感覺是兩台卡車卡住了是嗎 好吧 那我們只能等了 過了幾分鐘 總算才會把這個部分給疏通了 應該是那台車子 連那破掉了 看他那個輪子好像 動不了了 我們應該都是開這種 蠻大條的路 應該不太會開去那種散路 畢竟這種鋒利發電應該都是放在海邊居多的 即將變換車道 欸 欸來來來 即將變換車道 調整你的速度 OK 還會提醒耶 我們這下要往右 慢慢靠過來 所以後面有先變嗎 後面應該是先變喔 來不及看到 酷耶 害我緊張了一下 嗯 塞哥有沒有捆 雖然這個有人戴比較輕鬆 但是玩 玩久了 蠻累的 後面好像沒有先換啊 所以也是我先換他才換的啊 對不對 哎呦呦 這個要小心一點耶 哦 我這個真的要小心 你看看 哦 不簡單的耶 沒問題啦 各位 小菜一疊啦 而且你不得不說喔 這個警察他膠管喔 控制的超級好耶 幾乎我們前面完全沒車了呢 哦 好 慢慢的靠過來 看一下後面的 所以還是前面的先啦 我會這麼認為喔 是想說應該是 後面的車先過來的話 他可以幫我們擋住後面有車子要經過 這樣 但殊不知是這樣子 好 現在時間呢 已經來到晚上七點 快要八點了 我們待會要經過這個晚上的時間 這段 其實我一直在想 如果我們昨天玩的台灣地圖模組啊 也可以來玩這種 多棒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台灣 他們在運送都是 深夜的時候 然後就載那種 超級大的東西 然後慢慢這樣子運 麥當勞 我想吃麥當勞 珍惜香菊妹克 巴拉巴拉巴 I'm loving 不得不說這種護送 比較無聊一點 坦白講 但是就是比較特別 因為畢竟這個這麼大 之前玩歐卡的時候 是在山裡面的護送 那個比較有趣一些些 這個就是一直直直開 直直開 通常這晚上 我們的車子旁邊 或者是那個風扇旁邊 應該要掛一些那種 會景色的那種 紅色閃亮的燈嘛 我們應該也要開一下這個燈喔 啊 對啦 對啦 我這個沒開啦 各位現在要休息了 他強制我休息耶 所以我現在要進去裡面休息 我本來想說我就要這樣 直接開到晚上了 所以要進休息區 我這麼大台要進休息區 慢慢跟著前導車進來就沒問題了 現在是凌晨三點半 所以要我們睡一下 欸這警察真的很辛苦耶 你看他們都一直這樣子 cover我們耶 而且連這個對象的車子 也都停的比較遠耶 齁 警察顧慮了振作到 讚 我們離走目標還有 五百公里 還有這邊也有一台騎老車耶 酷酷酷 謝謝 感謝對面的 哇 這邊也有一台 欸 他們其實都把你安排好了 齁 該怎麼做 該怎麼弄 都已經規劃好了 好 在這邊休息 補充能量 你看 還有人在拍耶 哈哈 超酷的 順便加油 好了 各位 我們休息完 恢復了體力 接下來我們繼續走 你看我們裝了這個真實公司 就有那種good year的車車 這裡轉的要小心一點喔 畢竟旁邊是這個加油站好不好 轉不好的話 我們就直接在這裡 掰掰了咧 可以吧 這樣應該是夠轉的怪吧 沒問題啦 謝謝警察先生們 謝謝 盡量脫過來 盡量脫過來 OK 沒問題 哇 感覺前面那邊會下雨喔 齁 我覺得還不錯 就是後面有安排這一段 就是讓你可以進來休息 加油 無充的感覺 就很RP 對不對 如果說一直這樣開開開 開到目的地就結束了 那其實是 比較乏味一點點 但目前這樣覺得還不錯 這是什麼情形 我應該是遇到BUG了 我的護衛車隊怎麼了 剛好也好啦 我們就像脫江野馬一樣 自己抽了 各位 那因為我剛卡BUG了 我的撞擊車隊瞬間 沒辦法跟著我 所以我就自己開過來 沿途呢 其實都是這樣子的農地啊 比較寬闊的草原 那我們現在已經來到這個地區 你可以看到的是 那一個風力發電 既然沒有風扇 所以才仰賴我們把它開過來這樣子 所以這個任務算是設計的滿妥當的耶 在耗時的相當多時間的情況下 我們終於抵達了 那它這邊呢 也不用說讓你去選擇說要怎麼撸車 反正就只要開進去就可以 OK 穩穩的 卸下 看會變怎麼樣 有沒有後續的動畫 啊沒有喔 太可惜了吧 OK各位觀眾 那我們今天呢 這個美國卡車的部分呢 比較可惜的是 後面遇到BUG 如果可以這樣從頭到尾運送過來 是比較成就感一點的 不過最重的目的 我們也把我們的葉片給弄過來了 好不好 希望這邊可以趕快組建好 有風力發電的部分了 各位觀眾 如果喜歡這些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也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開啟 然後我們就下次 美國卡車再見囉 掰掰 阿龍 粉 粉 微 咦 你看 ster